江蕙十六場封賣告別演唱會 掀起全台歌迷瘋狂搶票 江蕙經紀人陳子虹宣布確定 加開酒場 戴念江蕙的親比心 在衡量場地時間 與我個人體力的條件下 我決定再加開酒場演出 請大家不用擔心我的身體 除了暈眩的毛病外 我的健康沒有問題 也不用心疼我的家場 是被批破或綁架 你們喜歡聽我就開心唱 看到大家的笑容我就覺得很幸福 江蕙2015年演唱會增加場次 8月在台北加開5場 9月在高雄加開4場 一共9萬張票 1月25號中午12點 網路同步開賣 不開放現場購票 每人限購4張 加場演唱會改由宏基雲端服務 接下售票重任 購票分成兩階段 從1月19號開始到24號 開放民眾至售票網站登入會員 並在預購單上選出5場 符合自己期望的場次和票價 1月25號開賣日當天發送預購單 再由售票系統進行配票 但先前發生寬宏售票網站 同時吸引35萬人次上網搶購 造成系統癱瘓 宏基雲端服務董事長對此表示 將盡力為大家服務 我們所有的油量都會把它接收下來 但以先後瞬息跟自願的瞬息 來及時來派位 網路的世界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萬一沒有意料到的事情發生的話 我們有團隊就及時的來處理 可能沒有意料事情發生的狀況 應該怎麼樣 但是最終的就是以誠信跟專業 還有面對整個大家公平的 這樣一個條件之下來做努力 日前的搶票大戰 不僅狂宏售票系統癱瘓 黃牛大肆轟台票價 現場排隊更是衝突不斷 不過先前凌群號碼牌 現場排隊沒有買到門票的民眾 將不會列入這次加場的 有限預約單 中央世界紅紅軍蔡玉婷 台北財保報導